謝謝兩位主席 主席麻煩請曾主委 請曾主委 王源好 主委您好 我們今天談的主要是 股市的揚升方案 首先我第一個要請教的就是 揚升這兩個字 是您特別想出來的嗎 對 我們跟同仁討論之後提出來的 那你為什麼會特別強調揚升呢 如果我們一般的名詞上來看 如果強調揚升就表示現在是不夠好 夠低了 所以我們希望把它升上來對不對 但是看起來去年的狀況 如果照我們檢討起來 我們的量價其實都很亮麗嘛 你剛剛也提到過 所以我們現在還特別調調揚升 你覺得這兩個字 它政策意涵上對您來講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們揚升不是揚升它的價格量 還是一種對社會的鼓舞效果 不是 我們是提升我們股市的競爭力 是 對 所以我覺得您剛剛在回答裡面 特別提到說 用另外一個比較通俗的說法叫轉股 對 這轉股的意義 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要結構性的改變 沒錯 對不對 讓它體質能夠有變化 對 甚至有一種升級的味道 是 對不對 但是用揚升這兩個字 我覺得那個政策性的那種 這個意涵 其實比較強於您所希望能夠表達的意思 是 所以呢 第一個我覺得 如果我們整個的股市 在整個的這個去年的表現上 看起來有這麼樣的亮麗 其實我們現在的問題面對的 不是用政策性的力量 來達到所謂的揚升的效果 OK 我們重要的 就回到主委您特別強調的 是結構 是體質 所以我會比較傾向 我們在方案的制定上 它的名稱要比較中性一點 例如說我們財政不好 所以我們就財政健全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您的方案的精神 其實是應該比較強調 我們股市的健全發展 它的結構 它的體質的提升 這個可能反而是更重要 所以我希望借用今天這個場合 讓社會大眾能夠了解 其實我們今天要做的 不是要透過金管會 來做一些政策系的 甚至可能導致 壓苗助長的虛無的效果 我們其實是希望能夠看到 真正的體質的改變 來讓我們的股市更健全 所以健全兩個字 我覺得會遠比揚升 來得更有實質的意涵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我給主委的建議 那當然你這個名稱已經用了 但是我希望 藉用這個場合 我們要讓社會大眾更清楚了解 我們真正的精神跟意涵在哪裡 好不好 那第二個我要請教一下主委 這個方案提出來是您任內 我覺得非常了不起的一個好的案子 您的目的也很清楚 但是在不久之前 金管會也提出了股市的方案 它叫什麼 叫股市提振方案 您記得嗎 誰提的 102年 您忘記誰提的 是 您的前任主委 是 他提的叫股市提振方案 如果您把它的內容拿出來看的時候 您會發覺 也許這兩次的方案 它的主要的精神跟目的意涵 或是 那時候當下要解決的問題 可能不太相同 但是您也不能否認 股市的發展 其實是有延續性的 問題的發生 其實是應該要有一致性的解決 所以我看了今天單獨的這個15項的措施 我當然可以完全認同 您的目的之下 我們應該怎麼做 但是我更關心的 我把前面的那個方案拿出來看了以後 我發覺 其實我們前面有些方案 我們可能有某些地方是跟我們重複的 可能有某些地方是我們還沒有完成的 所以我希望主委 可不可以麻煩您一件事情 就是花一點時間 把另外那個方案也拿出來 如果另外那個方案還有一些未完成的 它的困難在哪裡 它的問題在哪裡 照現在為止 我們還有沒有必要面對 我們需不需要解決 可不可以做一個比較 讓我能夠更清楚的知道 金管會在做政策的時候 其實它的延續性 它的一致性是存在的 我們更希望知道股市的發展 雖然有它的不同的階段的不同的需求 但是從政策的角度 跟制度的改革的角度來看 其實民眾應該要有更一致的情況之下 去對政府的政策有所了解 可不可以 可以 沒問題 花一點時間 把這兩個部分做一個比較分析 然後把這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以及在政策上 我們希望達到的目的的延續性 我們把它結合起來 讓我們可以更了解 到底政策上 對整個股市我們的長遠的規劃 以及我們長遠的目標是什麼 好不好 其實這一點是麻煩主委 所以我在這邊也特別謝謝主委 然後第三個我想特別請教主委 就是 您會不會覺得 這個方案的內容看起來 如果股市我們關心價和量量問題的話 那這個方法是不是隱隱約約的告訴我們 好像我們比較強調量的問題的擴充跟解決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感受 基本上我們本案其實是個中性 最重要我們真的是跟世界接軌 接軌之後 也讓我們的教育機制能夠充分發揮之後 不管是法人也好 或個人願意進來這個教育市場 那市場會擴增量也會提升價的效果 對 但是好像感覺上我們的方法 對量的 我的感覺是 是不是我們在去年 討論量的問題太多 把你嚇到了 我們認為股市的量反而更重要 所以在政策上 我們非要針對這個量的部分 來做一個更進一步的示範 我們在研你方案的時候 沒有特別說要價和量 但是它會有一個量的擴充的效果 應該是的 對不對 我相信實施之後有一定的效果 在重點上來講 如果我簡單的請教你 如果要針對量和價的影響 這個方案到底對量的影響 會跟價的影響 到底哪一個比較大 應該是量比較大了 其實還是到底 原來原意的我們心目中 其實沒有價沒有量 我們真的是希望 我換另外一種方式請教您好了 政策上來講 在您的心目中 如果要達到量的擴充 或市場規模的擴充 我們目前所採用這個方案 應該是比較有可能促成 同樣的方案 如果未來我們面對的是價格的問題 這些方案 能夠有更實際 而直接的影響效果嗎 因為其實跟委報 這些都是交易制度 交易制度的調整 至於價量 其實它有很多的市場的因素在 其實那個也不是 儘管會能夠管的事情 換句話說 其實價格的部分牽涉的因素 跟量的因素是不一樣的 價格的因素 在政策的解決過程當中 所要採行的政策 可能牽涉到的其他單位的配合 可能也更重要 是不是 所以也就是說 假設我們今天 剛才像很多的委員關心 我們不但只是要把量的問題能夠充高 其實我們也擔心 我們的股價指數到底是如何 大家喊出說要一萬二 大家喊出說要一萬五 但是主委啊 我希望你在這邊能夠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方案的真正的目的 就像是我一開始請教你的一樣 不要讓大家誤會以為 只是因為這樣做 我們不但量可以有好的量力的表現 我們價也有可以好一個 期待的這樣一個憧憬的出現 如果是這樣 那萬一如果我們沒辦法達成 萬一這也不是我們實際上 所希望能夠達到的目的的最後的結果 我們反而會導致我們股市信心的流失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某種程度上 因為從政府的政策的角度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區隔 希望主委呢在這個部分 我完全支持您現在所提出的方案 背後對解決現在問題做轉股式 做結構式的改變的必要性 但是我還是希望您 站在主管決策的角度 一定要把這樣的一個可能導致的偏誤的認知 要做適當的說明跟矯正 好不好 謝謝 謝謝主委 謝謝主委 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 在這笑現在就走了 感谢观看